书唱作为童星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拍过很多电视剧 小编很佩服的是他当时在天龙八部里面饰演的角色 那就是天山童老 这个角色和当初的书唱整个差距都很大 没想到书唱不但偷住了 而且连那么丑的妆容都没有拒绝 也是因为这样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当时的天山童老是书唱演的 当时小编和天龙八部真的有对天山童老吓到过 无论是奇怪的妆容还是猙獰的表情 都让小编觉得他是一个坏人 而且当时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三十多的老女人演的 后来才知道当时的书唱才十六七八的年纪 后来在综艺的舞台上 书唱又一次重现了这个角色 服装还有发型 都是按照圆形来塑造的 不过这次书唱的妆容 却没有像剧中那样奇怪了 结果就是这么小小的改变 却让人觉得书唱的气质都完全不一样了 在剧中 天山童老是争鸣而恐怖的 但是在东义中书唱 却是可爱而俏皮甜美的 仅仅是妆容的改变 一下子就让同一个人的气质变得不一样了起来 里面的变化有点大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